现在要介绍的是澎湖喜来登 酒店呢 它这个是海皇SO干杯酱 通常呢 这个他们会出现在哪里呢 大厅贩售 还有就是会出现在他们总统套房里面的套房里面 这个是给VVIP的一个赠品 那边房间里面出现的 那表示呢 这个东西呢 是非常棒的 不然他们不会放在里面当VVIP的礼物呢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呢 成分呢 后面这边都有说明它的成分的部分 它有加上了石斑鱼 米酒 有辣椒 有鲍鱼 有干贝 有蒜头 有小虾米哦 还有呢 它的重量的话 大概是170公克 一般来说 它上面有写保存期限是18个月 也就是一年半的部分哦 所以呢 其实呢 可以多买个几罐 存起来 趁它现在还优惠的时候 不然呢 它没有优惠的时候 你想吃的时候就变上张了 哇 到时候就觉得怎么贵的那么多 它可以保存一年半 一年半 我们现在打开来看看 而且它这个是 盒子是非常精美 它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提袋 它每一罐每一罐都是一个独立的提袋 美贵的 这样子 所以提着去拜访客户 好像业务这样 随手一拿 一瓶 给客户这样子 其实是非常好看 方便 好 这样 来打开 打开 这盒子 精美 非常精美 我们看一下里面的样子呢 我们先看 还没打开的样子 就可以看到 里面的成分 我们看一下 它这样子 然后这边上面有日期 我们看一下 它所有日期 我们找一下平生 一年半日期在哪里 哦 这边有了 看到没有 这边有 它写了2024 然后这边是 可以到6月13号 在这边 这边有写出日期 实用的日期是一年半 好 都还没打开哦 这是原装的 还没打开的时候 我们看看呢 到底能看到什么样的料呢 翻过来看看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鲍鱼 我还没开哦 这是完整的一瓶哦 这是这样看 有没有看到 下面这一颗一颗 这都是鲍鱼 鲍鱼很明显 完全没有骗的 有没有看到 鲍鱼侧边也看得到 鲍鱼 它是小颗的鲍鱼 这个是完全完全没有做假的 真的就是这么真材实料 鲍鱼在下面 我看到这个都是 黑色的都是鲍鱼 侧边也都看得到 看得到 你看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这鲍鱼 鲍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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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超大一颗的 它是有小小辣啦 所以真的是有一点点小辣 如果可能 对于如果不吃辣的人 它会觉得是有小小小小辣 但如果对于爱吃辣的话呢 可能觉得一点辣都没有 像我是觉得 真的没什么辣这样子 可以看到这个完整的这个 真的 真材实料吧 超夸张的整罐 好 这边都看得到这个鲍鱼 哎呦 好像在滑动了 你看 你看 这个就是 完全没有骗人的鲍鱼 在里面 我都还没开哦 这个是真的是这样 放给你们看一下 在滑动了 这是还没开的 所以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做假 是全新的一罐 就可以看到这个鲍鱼在下面了 这是全新的 可以看得到 OK 非常好吃的 大爷非常夸奖的 我们去年呢 嗯 吃的时候 大爷 我其实那时候我们吃很多牌子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牌子是最好吃的 讲真的说真的 我们有吃过好几个牌子 真的是有差别哦 不是说干贝酱都一样哦 哦 不是说只要干贝酱吃起来 口味就一样 真的是也要看牌子 但我们真的觉得这个牌子是真的超好吃的 所以我才会推荐哦 给你们看一下 真材食料的 鲍鱼 鲍鱼 整颗的鲍鱼 我还看到这边都可以拍得到 鲍鱼 OK 鲍鱼 就是这边的鲍鱼